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选择了裸辞 在苏州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健身馆 现在每天作息规律 满满的放松感 今年终于可以回家陪爸妈过年了 俗话说得好 男儿有泪不清谈 作为东北男孩儿我就不会轻易流泪 辞职跟同事告别时我会装作镇定 因为离别的时候总是伤感 偷偷地赶紧就买票就跑了 和朋友看感人的电影 一旦自己感动得快哭了 这个眼泪已经在眼睛里边转圈了 我直接就不看了 我们不看了好吧 我在这个三大厕所 男人有泪不清谈 只是味道伤心处 男生爱打游戏的年纪 自己却钟爱喝茶盘串 盘了六年了有一抽屉的串 是习惯也是保持清醒的一种方式 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 他们两个也跟我一起盘串 但是后来他们两个就谈恋爱了 也不陪我盘串了 也不陪我喝茶了 所以说现在就算我自己还没有女朋友了 我最向往的生活 其实是慢节奏的过黄每一天 工作吹风陪伴家人陪伴女朋友 再养一只狗两人三餐四季 再来五个串就圆满了